好,在这一边呢 我要讨论的是 Elmo Bhakti的 Practice Topical 他的宝图的Focus Pisa TIMSS so,这个是第66页的 在这个图呢 它是show the number of marbles in the box so,这个是 2,3,4 5,6 ok,然后 他说,if a marble is picked at random from the box,w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getting a blue marble,so,我们 在这边,我们的n等于 3加5加4加2加6 然后拿到的是 5,3,2,4加6 20,so,property of blue的话呢,蓝色的是5 5和20,然后 它会变成140 so,答案是140,解决 好,接着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他说,在一个 recreation park里面,然后 然后,他有 suspension bridge that visitor can use 然后,就掉桥啦 然后,他的 maximum root是 x kg 他有4个 visitor 然后,他们的重量是 70,65,58 跟2y加42 要过这一个 然后,the root limit of the suspension bridge is equal to the max of 4 visitor 然后,represent the maximum root limit of the suspension bridge 所以,就是说这 这一个 它是x 等于这四个 加起来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x呢 会是等于 70 加65 加58 加2y加42 所以,x等于2y加 这一个 70 加65 加58 加42 所以,它是235 2y加235 所以,x等于2y加235 然后,based on the algebra expression in a state the maximum value of root if at y then it 12 y等于12的时候 x等于2乘12 加235 所以,我在这一边 2乘235 再加2乘12 然后,它变成259 所以,它是259 kg 259 kg 然后,在这一边 它说 The visitor who have a mass of 65 is replaced by another visitor with a mass of 58 加Jack OK 然后,Jack 44 然后,is the suspension brick able to accommodate the mass of the all visitors give your reason 你看啊 这个58 加14 所以,我的这个58 加Z呢 其实是58 加14 58 加14 的话呢 它其实会是等于72kg OK 72kg 它65的那一个 离开 就是说65换成72 所以,它变成70加 那个72加58 再加 刚刚这个2y加42 2y加42是 这个是 2乘12加42 所以,所以2乘12加42 然后,我拿到的是66 OK 加66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70加72 加58 加66 所以,我拿到的是266 266 大过259 所以,这个它就超过了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就 not able to accommodate ,其实很明显的嘛 你看刚刚65的 刚刚的这一些人选 都是已经是 maximum了嘛 最最最重的时候了嘛 现在这个65的离开 加一个72的 加一个更重的来 这样就肯定超过了啦 所以,我其实直接72 大过65的情况之下 这样,它就直接不可以了嘛 所以,其实我不用做这一些的 但是,我做这一些出来呢 是要让 更好的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它 不能够 因为它已经超过它的limit 259了 OK 好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Diagram 2 shows a Cartesian plant that was dra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laced on the wall Raji threw a dart at the Cartesian plant so,他丢飞标啦 so, his true strike the center of the shared region state the collimate of the point of the dart 所以,它的 center of the shared region呢 其实是 这一个 跟这一个的对角线 交叉的地方 所以,它的 center of the circle呢 center of the shared region呢 是 2 1 所以,它答案是2 1 向前走2 向上走1 OK 然后,我看到那个作业提供的答案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被吓到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那边 它做的事情是怎样 它在这边 它是 3 4 然后,这个是 1 减2 所以,它的那个 center呢 会是等于 midpoint 3加1 2 然后,4加减2 2 所以,4 2 然后,2 21 这样 OK 可是,既然你都能够直接从图那边 看collinate出来的 这样,为什么你不要直接这样画出来 中间这个就是collinate OK 然后,这个是5 0 然后,这个是减1 2 所以,另一种做法呢 是减1加5除2 2加0除2 所以,4除2 2 1 所以,21 OK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第四题 diagram show the distance of two places 然后,两个位 然后,Nazmi呢 Left Gambang rest OK Kawasan Rehat dan Rawat Gambang 70km 肯定还认识 110km OK Mandu Meninger 跟Kawasan 这个 然后 然后 那一个 那一个 Constant speed 40分 然后 他就来到这个 Cyborg 然后 Nazmi continue his journey at the same speed OK OK Find the time taken in our world to arrive in Gending Thailand from this cyborg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从 这一边你就行一下 他从这一个 那一个 R&R 就Gambang 他从这个Gambang 来到这一边 然后再去 那个Gending 然后 他在这一边 他用了40分钟 然后 他要在这一边 他问他的time in hour 他用了多少个小时 OK 所以 首先呢 我就在这一边 我用X分钟 所以他速度一样嘛 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是比与比例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从这一边来这一边才走了70km 从这边来这一边是110km 所以我们的比与比例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直接交叉成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我重新写过吧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它是70km 他用40分钟 110km 他用X分钟 所以我在这边交叉成 所以我的X等于 40乘百亿除70 所以我在这一边 40乘百亿除70 我拿到的是 WOW OK 呃 这一个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这一个 OK Find the time taken OK 所以在这一边 他是要这样 这样 这一个是 62 好 来 这一个是 62 不要 440 7 所以他是 440 7 minute 然后他也等于 这一个除60 我这一边除60 所以这个除60 他就会变成了 1.0 多 小时 OK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 22百21 22百21 小时 然后 其实也等于 这样 OK 就 这一个22百21 其实是 1.0 多 所以他这一个是 1.05 小时 OK 好 我发现到 阿姆巴基这一份 那个作业呢 他 呃 不会 让你的答案漂亮 他有一些题目呢 特地让那个题目 出到的答案是小数点啊 分数啊 很奇怪的一些号码 互相有一些题目呢 他别的作业 他会设计到那个题目的答案 美美的 这个没有 OK 好 这一题呢 他其实呢 还有别的方法来做了 他别的方法是怎样呢 就是说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 我们用 speed的那一种方式来做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他的 Distant Distant 这个是他的time 等于 40 60 就是2.3 小时 这样我的那个speed呢 等于Distant over time 所以他是70 over 2.3 所以我的70 over 2.3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 70 over 这个2.3 我拿到的是105 所以他的speed 所以他的speed 其实是105km per hour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distance 是这样 我要找time 的时候呢 他就会直接变成 Distant over speed Distant over speed 所以他就直接是110 除105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110 然後 per 105 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那一个22 per 21 然後 1.05 OK 所以 这一个 也拿到同样的答案 so 这个是1.05 hours 我又觉得用这样的方法 好像更快 更容易 嗯 好 来 我们接着 再来看第5题 好 在第5题这一边呢 他说 Mr.Aliya呢 他种那个辣椒 然后他是Squared button 然后他为了保护他的那个 辣椒呢 不被那一个别的动物吃掉 OK 他就在那一个 他的四周这一边呢 他就种那个Lemonglass 然后 在这一边 他的pattern是这样的 N等于1 N等于2 N等于3 N等于4 OK 然后 1 的时候他是8 4 4 这一边他是2 4 5 10 16 OK 然后 9 这边3 3 9 4 4 16 所以这一边他是 9 跟16 然后这一边他是2 4 6 7 14 15 16 17 18 19 21 22 23 24 24 OK 然后我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加8 这边也是加8 18 然后这一边我都有2 4 6 8 9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2 32 32 34 32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我们complete the table in the answer space so 这一个非常简单啊 这一个是1的square 这个是2的square 3的square 4的square 所以55 25 66 36 这样哦 这个是5square 6square咯 这一边是x2 然后他加8 40 加8 48 就是这样 OK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number of chili plan呢 OK 我们要用number of chili plan 如果我要tn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呢 他这一个其实是n的square 然后这个number of lemon glass的那个呢 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他这一个是重复的加8 前一个是0 所以他这一个呢是0加8n 所以他是8n 然后n等于123 所以 188 28 16 38 24 38 32 58 40 这样 OK 好 然后 他是8 这样的一种方式 8n OK 好 接着我们看第六题 given the mean mass of the student in the class with 35 students 是48 OK 所以他的n等于35的时候 他的mean是48 他有两个新的学生是60跟68加进去 然后 calculate the new mean of the student so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做这种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找出他原本的m原本的sum x 和新的m跟新的sum x 所以我的mean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知道mean的formula是sum x over n 所以他sum x over 35 会是等于48 所以我的sum x呢 会是48乘以35 所以我在这一边48乘35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1680 所以我的sum x是1680 这一些都是旧的 所以我sum x 所以我sum的n会变成多少呢 35加两个人 还有37个人 然后我的sum x 会是等于多少呢 他原本的1680 加上这个60 再加上68 所以我在这一边 1680 加60 再加68 所以它是1808 1808 所以他新的那个mean的话呢 就会变成1808 除以37 ok 好 这个sum的这个符号呢 是这样的 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就是1808 除以37 所以他新的mean呢 会是 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小数点 不是很漂亮的 所以他是48.86kg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增加了那个0.086 ok 48.86kg 好 好 接着第七题 A circle with a radius of 56 is formed from a wire the same wire is used to form a sector with a radius of 84 angle subsended by the sector of the circle angle by the sector of the circle so 在这一边呢 它的radius是56 然后 r等于56的时候 我的c等于2πr 所以它是2乘 22 7乘 56 所以我在这一边 2乘 22 除7 乘 56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352 所以他这一个是352cm 然后他这一个原本是圆圈的 然后可是这个圆圈呢 现在变成了这一个sector 然后我们要知道呢 圆圈跟sector之间的这一个关系是什么东西 它的这一个wire它变成sector 然后它的radius是84 这边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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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一个它的ac 会是等于多少 我是知道 我的84加84再加它的ac 会是等于352 所以我的ac呢 会是等于这个352 减掉这两个84 所以352-84再减84 然后他拿到的是184 so 184 然后我们知道呢 他这一个他要找的是他的度数data so 我的data per 360 data per 360 乘2 乘22 乘22 乘7 2πr R是84 会是等于184 我们知道ac的formula ac等于data per 360 乘2πr 所以我要找我的data的时候 我就直接184乘以360 再乘以7 然后除2乘22乘84 所以在这边它是184乘360 乘7 除2 除22 再除84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样 125.45 ok 所以它的度数呢 是125.45度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拿到它答案了 这个等于125.45度 这样 ok 好 所以这一题它是从这一个 这一个是352 这一个它的radius呢 是那个56 56 所以它的r等于56 然后它的这一个circumference呢 是352 然后这一个352 又会变成这一个352 这一边 这一个352 它变成这一条 两条 三条 所以我找到它的arc 然后我就可以找到它对应的度数 好 然后接着第八题 我们的volume of cone呢 是1%πr²h 然后r是radius h是h aspect h as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so我的v等于1%πr²h 我要的是h的时候 我把3乘上去 π跟r²除下来 所以我的h等于3v per πr² 然后我的v是这个 r是这一个 π是227 它要找它的h 所以我的h等于3乘3696 除227乘14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那这一个是3乘3696 然后227 乘14的square 所以它拿到的是18 所以我拿到我的h等于18cm 好 只是这样 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九题 在这一边它有一个等边三角形 它要我们express它的perimeter so perimeter的情况之下呢 是周长嘛 so这个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的perimeter 是7x加402加7x加402加3x-6 然后其实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它也等于两个7x加402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越减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7x加4加3x-6 所以我有10x-2 ok 所以它这个是10x-2cm ok 好 嗯 我是用这种这样的方法啦 然后可是如果你一开头的时候 你就直接这边写2挂糊7x加402 然后直接越掉 这样会更更好更好看哦 更漂亮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应该更好的写法是这样 perimeter等于两个7x加402加3x-6 然后我在这边越越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个7x加4加3x-6 然后它就会变成10x-2 ok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 你不用用这样的方法的话呢 你麻烦一点也可以的 就是说它这一个就会变成14x加802加3x-6 然后再来除2 7x加7x的4x加48 所以它会变成7x加4加3x-6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10x-2 然后cm 10x-2cm 好 然后接着在这边它说find the perimeter 然后x等于12 所以我的b的这个部分 我的x等于12的时候 我的perimeter等于10乘12-2 然后它变成120-2 那变成118cm 所以它答案是118cm 然后我们要检查答案的话 怎样检查呢 就是说我在这边我知道它的x等于12了嘛 所以在这一个它这一个就会变成3乘12-6 然后它这个是30 3乘12-6 这个是30 然后这个是7乘12加4 然后再除2 我拿到的是44 所以这个是7乘12加4除2 那是44 44 所以我的perimeter呢 就会是等于44加44加30 所以它变成118cm OK 所以是正确的 嗯 对 这个是我拿来检查答案的一种方法啦 OK 最简单直接是直接放x等于12进去 OK 好 然后 接着我们看第10题 OK 好 在第10题这边的时候呢 它是 呃 一些square 然后它跟着一定的pattern 这一个它有一个 这边有三个 然后这边有六个 然后 第8个它会有多少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加2加3加4 它这一边来这一边的时候它是加2 这边来这一边的时候它是加3 所以我在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就有1 3 6 然后 这一边是加2 加3 加4 然后6加4 10 然后10加5 他会变成15 15 15 然后再加6 他就会变成了21 21加7 他会变成28 然后28再加8 他就会变成呢 36 所以他这一个等于36 OK 嗯 36 嗯 第36 加6 加2 加3 加3 这个 其实可以变成 quadratic equation 呃 算了 不要把东西变得太复杂 我们这样做就好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36个 那一个正方形 R at the 第八个level 好 接着再来第十一题 Rectangle 它的Length 是这一个 长是这个宽 是这一个 area是这一个 然后他要找长跟宽 so 我们知道area呢 是Length乘以V 所以我的3600 等于R加80 乘R减10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R square 减10 R加80 R减800 然后等于3600 所以我把我这个3600 搬过来的时候它变成减3600 所以0等于R square 加70R 减 这个 the negative 800 再减3600 所以它是negative 4400 4400 ok so 接着 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开挂弧 然后让它等于0 所以我这边R R 40 乘以百亿 40乘百亿 它会变成40 百亿减40 它会变成70 所以加减 所以我拿到我的R等于40 R等于negative by E ok R等于negative by E 这个rejected 为什么rejected呢 因为我把它放进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减百亿加80 或者减百亿减10 就减百亿减10等于减百二 小过0 它长跟宽一定是要positive的 然后我们的那个宽要大过0了 所以我的R等于40之后 它要找它的长跟宽 所以它的那个长呢 Lang呢 是40加80 120cm 然后它的宽呢 会是等于40-10 所以它是30cm 好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拿到它的长跟宽了 好 这个第十二题 也就是最后一题了 然后 阿玛呢 离开他的家里去摩 早上8点半的时候 他在下午1点45分的时候到达摩 然后 Given the distance between他的家跟摩 是480km Calculate the speed of它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是134510 这个是083010 所以我的这个时间呢 Hours跟Minutes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1345-830 所以这个是15分钟 5小时15分钟 So我的Time呢 是5小时15分钟 也等于5又15个60小时 所以这一边月15154 然后我在这一边它是421 这样 910 然后它的Distance等于480km 我们要找它的Speed Speed 就Distance over Time 所以它是480 over 21分钟 所以我在这一边 那这一个480 over 这一个是21分钟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样 91.43 它还是一样呢 什么 不是很美的号码呢 答案 91.43km per hour 好就是这样 So我在这一边 就把那个 Almu Bhakti Bhaktis topic 的那个Pisa TMSS的题目 讨论完了 OK